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即将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发动的猛烈攻击 这一切都是因为最新的失业报告显示出令人震惊的数字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上 计划将失业问题的责任推给哈里斯 称之为飓风卡玛拉 随着美国的就业增长放缓 失业率保持不变 特朗普的言辞无疑将成为他进攻的有力武器 这场政治斗争将如何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 我们在六度解析节目中将探讨一则来自Fox News的新闻 前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 对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发起猛烈抨击 这场即将举行的集会 似乎是特朗普针对目前美国失业数据不佳 企图将责任推到哈里斯身上的一场舆论攻势 根据特朗普演讲稿的草案 他将指责哈里斯的经济政策事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元凶 他打算强调 自年初以来 在他的政策影响下 美国已经失去了超过1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 此外 特朗普还计划提到 光是在上个月就有近15万美国人失业 还有近25万人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这次失业报告的发布背景是美国10月份的就业增长显著放缓 明显低于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 10月份新增的工作岗位仅有一万两千个 而经济学家们原本预计会有11万三千个新增岗位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失业率保持在4.1%没有变化 但整体就业市场的数据仍然令人担忧 报告还指出 10月份私营部门减少了两万八千个岗位 这与预测的九万个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制造业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 就业人数减少了四万六千个 部分原因是因为交通设备制造行业的罢工影响 尤其是波音公司的罢工波及了约三万三千名工会机械师 其他行业的表现则相对较为稳定 建筑行业在10月份新增了八千个工作岗位 虽然低于过去一年的月平均增长 但仍然算是增加 医疗保健行业新增了五万两千三百个岗位 与其过往的平均增长接近 政府部门增加了四万个岗位 与过去12个月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失业数据的发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 它实际上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力 特朗普显然试图利用这些数据来影响选民 对哈里斯极其所代表的政府施加政治压力 这种策略尤其在选举临近之际 无疑在试图影响公众的观感 将经济不佳的现状归咎于执政者 然而这些指责是否公平存在争议 劳工统计局解释称 部分工作岗位的流失与自然灾害相关 如飓风海伦和米尔顿 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市场 此外 制造业的减少也部分归因于特定行业的罢工 而非单纯的政策失误 因此 特朗普的批评虽有其政治逻辑 但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单化为 个人或单一政策造成的后果 可能会忽视其他结构性因素和全球性挑战 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面临困难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疫情后裔正位完全消退的背景下 单一的归咎于某一位领导人或政策 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目前的经济困境 从特朗普的视角来看 他可能认为通过直接攻击哈里斯 可以有效地动员他的基本盘 并在选举中重新获得支持 然而 对于选民来说 这种攻击是否有说服力 则取决于他们对当前经济状况的理解 以及他们对政府应对措施的信任 在这场政治攻防中 哈里斯和他的团队将如何回应 也是值得观察的焦点 他需要在公众面前捍卫其政策的合理性 并指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此外 他还需强调政府为应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措施 以维持选民的信心 这场围绕失业数据的政治争论 揭示了经济数据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他不仅是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 同时也是选民衡量政府表现的标准之一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将直接影响着选民的选择 总结来说 特朗普对哈里斯的攻击可能会在短期内引发舆论波动 但其效果如何 还有待选民的最终抉择 选民需要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信息中保持冷静 深入分析政策的实际影响 以及各方的立场和对策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政治博弈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失业率 失业率是衡量经济活动中一部分劳动力 失去工作的比率 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它是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就业趋势 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失业人数除以劳动力总数 就业者加上失业者 然后乘以100 失业率的数据通常由政府统计机构 通过调查或行政数据每月或每季度进行发布 这些数据包括不同类型的失业 如结构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 及季节性失业 每种类型的失业背后都有不同的原因 例如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市场中需求和供给技能不匹配引起的 失业率的变化可以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经济增长速度 技术变革 全球化 政策改变等 通常而言 在经济增长时期 失业率会下降 因为企业扩大生产 需要更多的劳工 而在经济衰退时期 失业率通常会上升 失业率的历史波动 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 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变革 导致大量工人失去传统工作 一些主要经济体制 20世纪以来的失业率历史数据显示 失业率在经济大萧条 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事件中达到高峰 例如 19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期间 失业率超过2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达到10% 在现代 政府与国际组织通常会根据失业率数据 来设计和调整劳动市场政策 包括就业培训计划 社会保障措施等 此外 失业率数据也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因为它反映了经济过热或疲软的程度 通常 中央银行会在失业率过高时 采取降息或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 全球各国的失业率差异很大 这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保障体系 产业结构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 2019年的全球失业率约为5% 一些高收入国家通常能够保持较低的失业率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较高的失业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集会上 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攻击 无疑是其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他将最近的失业问题归咎于哈里斯 甚至将其形象化为巨峰卡马拉 这种攻击策略不仅表现出 特朗普一贯的直接与激烈 还反映出他试图将经济低迷的责任 推到政治对手身上 这种策略或许能够激起他的支持者的共鸣 但对更广泛的选民群体来说 可能显得过于简单化 与其说是政策层面的探讨 不如说是一种情绪上的煽动 同时特朗普在演讲中忽略了诸如罢工和天气等 对就业数据的具体影响 这种忽视可能会削弱他攻击的力度 强调来自外部的不可控因素 例如劳工部报告中提到的罢工活动和飓风 可能更接近事实 特朗普选择忽略这些细节 可能会被理解为为了政治利益而故意扭曲事实 选民是否会接受这种解释仍然是未知数 但这种策略对其核心支持者而言 可能更重要的是引发情绪共鸣 而不是事实准确性 最后 特朗普的这一波攻击 是否会在选举中带来显著影响 仍需观察 尽管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演讲巩固部分支持者 但对于那些寻求实质性政策和解决方案的选民来说 这样的指责可能缺乏说服力 未来的政治气候将取决于选民对经济现状的理解 以及他们如何看待领导人的责任与能力 特朗普的演讲是否能在政策争论中站稳脚跟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